张玉广67岁月收入6000元 敲锣打爪就是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 可没往对象那方面想 自己找啊怕他上当受骗了 所以啊就想通过原来不亡给他寻觅段良缘 开朗着心情善良 要是双宝 要是他没有双宝 他要人要是正经过日子啥的 他本人穷点牙的 这都没事 你要是遇到喜欢的人 你能主动露可乐当吗 我就怕你这卖上拉一会儿 你就是在不知什么 那是能闹闹 那就正常闹吧 我总感觉跟你说话 你像没睡醒的 我昨天晚上真没啥睡好 每天体质睡好 这自打红娘跟张大哥开始聊天 总觉得张大哥说话有点慢 有点没精神头 张大哥说啊 一方面是因为年纪大了 思维有点慢了 再一方面是真有点紧张 一宿没睡着觉啊 就在红娘要起身给张大哥寻觅良元时 这张大哥突然从兜里掏出来一打钱 是把红娘给惊到了 红娘来了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紅娘來了嘛 咱們那些說啥呢 以前的紅娘 你來了咱就 你起碼就禮貌 就這 就這 你不得拿點兒禮物 你這個都已經是我們的禮物了 你跟我們準備香蕉 又跟我們準備草莓 這已經是禮物了大哥 就是 要我的心也過不去 你們這個紅娘又跑到 又拍到又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大哥 就是我們 我們就是特別喜歡這個中老年人 所以我們做這個職業 包括我跟我的小夥伴們 就特別喜歡跟你們打交道 喜歡跟你們接觸 也特別希望能為你們解決 這個晚年的故障問題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你拿的話 我們不給你介紹了 那你拿就不給你介紹了 你就收著 然後那個 我 我好好給你介紹 等你要介紹成功了 這些錢你留著 跟你口大話 進門就給我們做算 這是 這是 這是雞翅 雞翅 這個是尖椒炒肉 嗯 這是魚 先做出來 我們哪兒還給我們做魚了 還有一個蒜苔 大姐這廚藝不錯呀 這事兒 不是怎麼好 李小華57歲 李懿 住房面積100多平米 退休金1500元 誰找了你說的老鄉 也不一定 咋的呢 咋的呢 咋還有我跑的呢 是不是啊 跑的你覺得是你的前輔 對 這一進李大姐家門啊 好吃的飯菜 就給紅鳥準備上了 都說要拴住男人的心 就先拴住男人的胃呀 李大姐說 即使自己的做飯手藝再好 也沒拴住丈夫的心呢 我們家在那個陸園那邊 不有地方嗎 我們以前在地方住的 都認識鄰居 我不打麻將 那個我家孩子爸打麻將 成年打麻將 他們打麻將幾個 那個女的也在麻將幾個 他們打麻將幾個認識 我爸也勸他 就把年紀拿 你要是能翻篇 咱們就好好過吧 畢竟半輩子的是不是 大半輩子的都是 但是動不了我 動不了那沒招 那你就去吧 李大姐說啊 自己做夢也沒想到 結婚32年了 兩個姑娘都成家離業了 自己的丈夫 竟然跟女鄰居走到了一起 基本上就是幹一輩子 就沒閒著 你是從哪個單位推家 就是那個 四十七年 在那兒在那個 辦公室做管理 我以前嘛 就兩點一線 單位 單位到家 你看家裡邊 輔導孩子學習呀 還有家務啥的 有的時候就是問自己為啥 我也找不到理由 其實現在想想 想那麼多有啥用 好好活現在也得了 你都滿以前的事兒了 翻開李大姐的衣櫃 就沒有便宜的衣服 李大姐說啊 也是以前自己家裡的經濟條件好 所以鄉中的衣服啊 就直接買了 李大姐說 別看自己穿的用的住的是這樣 可千萬別把對方給嚇到了 自己呀一點都不物質 找老伴也不在乎對方的條件 現在他找老伴就看重一點 我就覺得這個人啊 必須是正正經經的 嗯 就是這個就是那個 這方面的事兒就是 可實在是接受不了 因為被傷了一次 所以李大姐在找老伴最看重的一點 就是正經人本身過日子 而張大哥呢正是這樣的人 再加上張大哥也曾經歷過背叛的痛苦 那同是天涯淪落人的他們 會不會是彼此的那個對的人呢 大哥姓張 叫張鈺廣 然後大姐姓李 叫李小華 你好大哥 身高不行 身高不行 你就是 你不是長的嗎都不算可真 但是一丑就是老 可以了 剛一見面 張大哥倒是覺得這李大姐還不錯 李大姐覺得這張大哥個頭跟形象方面都差了點 但李大姐也表示了可以再了解了解 你現在你是有一個姑娘嗎 倆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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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倆姑娘都結婚了 好 喝點水 喝點水 好 那你今天有五十多 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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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頭的 好 大哥手啥的 我是蛇的 你媽呀 老花有一句話叫啥 蛇盤兔越過越富 我爸和我媽來就蛇盤兔 是嗎 過得哪好不好 挺好的 你看 蛇盤兔倍倍富 我當兔兔的不論這晚 不談論這些東西 嗯 大姐你喜歡當兔了嗎 我挺喜歡當兔的 嗯 我挺喜歡當兔的 嗯 喜歡 喜歡啥用的 我是過去 現在也不當兔的 這倆人一開始聊天了 就能看出來 這張大哥不咋會聊天的實在勁了 一度讓現場有些尷尬呀 隨後張大哥可能也意識到了這點 於是嘗試著主動提起了兩個人 都曾經受傷過的那段感情 他咋還能那樣呢 可能就是 就這麼大個緣分 哎 啥特別是我呢 就這麼大個緣分 這一個來講 這一個來講 現在是實惠的 那還是大哥 還是你說的對 就是環用性 我就是我們男人出櫃 女人也出櫃 大哥那個前期 也是出櫃 她跟她常常出櫃 這說幾話呢 我發現她倆 這什麼讓我沒想到自己 她常常我上不下去 這哥哥們是 我還對她和好了 她姐挺困了 挺困了 有點挺困了你感覺 她說給我上天 太慢了 我急性了 我急性了 歲數大了都這樣 歲數大了 人說話 能那麼瘡狂 我講話 我就 基本就這樣 慢慢就有 我就講話 基本就是這樣 因為歲數有關係 她肯定心裡 嫌我個兒 是 她 再 在意來講 她就想要 歲數比較大的 有沒有那個想法 就是我個兒的 這個歲數 就挺大 其實大哥人真不錯 真挺好 是 一直說 但是我給我自己吧 定力規劃就是 是 我自己 不能超過五歲 六歲 是 最大不能超過六歲 她有點在這事兒吧 我就不能強的就 表演的 或者啥的 非得說 聽的 非得 給人家 免不啥的 完了之後 人家心裡本來 就想到 受到 人家真不好意思說 人家 你說 受到不好 給人家壓力 咱就 就同學說了 就完了 這張大哥 是個實在兒 看出了李大姐 對自己的不喜歡了 怕李大姐 不好意思拒絕自己 再有啥思想包袱 於是 自己就主動 把話說開了 隨後 兩個人 也留了聯繫方式 王雅蓉 60歲 退休金3100元 跟小孙子同住 散偶 住房面積50平米 在去張大哥家的路上 王大姐說出了 自己的擔心 怕自己照顧 小孙子這事 對方會介意 不過事情 有千萬種可能 還得看 倆人見面後啥 我聽見我愛走的話 我女主公是 總走的一條馬路上 是嗎 就去兒子家 總走的一條馬路上 一會兒看看這大哥 你認不認識 看看吧 大哥 你哪知道 我們要來呢 我那天 我那天面說了點 走走走 別走 別走 我進屋 咱往離走 完了進屋都家了 我再給你倆介紹 那他們太巧了 我去弄我帶大姐 我想去敲個碗子 完了 然後我就處理接我 大哥 這個叫王雅蓉 王大姐 然後這是張玉廣商大姐 張大哥您好 大姐家兒子 就在這附近 就在那個財神 在財神 財神西門呢 那我知道 財神西門 他們這邊買菜 我現在早吃都上那頭去 你去上那買菜嗎 去 原來王大姐的兒子家 就在張大哥家附近住 王大姐總往追搬來 看來這倆人明明中 是有點緣分呢 我現在反正就是這一個人 我是啥 離婚的 兩千年裡的 孩子 孩子 有一個孩子 跟他媽去了上北京 等待北京 男孩女孩 男孩 我們是省外貌退休的 現在工作的就是三千九 我有房子 我那房子康米街呢 叫我租的 一個兒子 一個孫子 我那是環美退休的 青少隊環美退休 青少隊 三千二吧 出戶的眼鏡 我一看 我就 我就不知 他長這個像 因為有的喜歡這樣 胡他 那我就 這個 去抽個演員 去 再抽抽 多抽 抽到第二眼了 王大姐對張大哥的印象不錯 但張大哥這頭呢 覺得王大姐的第一演員差點 不過大哥也表示了 也許再多看幾眼就順眼了 反正是我連那個 負擔挺重 就有啥說啥 就跟你說 誰能被我負擔挺重 因為兒子有病 能上班 所以說 你也得負擔死 你知道嗎 有什麼病 因為 別在這裡說 別在這裡說 行行行 那沒事 沒事那沒事 那這孫子 那就是 還能照顧多少年 對 我這朋友是 搭一搭自己能坐車來回走了 可能 當然就是 就不忘了 你要是 上這兒住了 好比說 那孫子也得帶來 我也是 我也是在這兒住的話 孫子就可以回家住了 嗯 這還進去 只是照顧 也不用那幾天 也不少玩了 嗯 是 是 我那公司也夠可能 嗯 是 我也考慮這個事 我一直沒下決心 邁服這一步 國外是07年去世的 對 我是上了 嗯 所以說這麼多年 一直沒找原因 也就擺這一款 就覺得 被拖了人家 給你找符 找不找麻煩 所以現在我們這大歲數 要找呢 這是 就是 應該找一個就是 兩人世界 對於王大姐 現在還要照顧小孫子這事啊 張大哥稍微有點顧慮了 因為張大哥還想過二人世界 不過張大哥也表示了 再繼續跟王大姐了解了解 看看興趣愛好方面 能否聊得來 那個推協後沒什麼事嘛 然後那個 就是為了做這老鼻子手臂 然後就是扭牙子那個 喘喘 柔 柔 你會扭牙子嗎 她姐會 你會扭牙子啊 我扭牙子 我扭牙子 三位擺大牙子 還打頭的 哎媽呀 你扭牙子要是打頭的話 那就是扭得真不錯 是嗎 就是如果她都知道 她都扭過牙子 都打過頭 她都能動 如果她扭牙子就能動 我阿爺活的時候 我們她在八月初 八月初年年真實 她專門打爬打鼓 媽呀 這個這玩意也會打 哎呀 你這這還 這大哥正好也會 是 來 我給你放個樣子群 你會合作合來 來 哎呀 這什麼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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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啊 一個會扭羊哥 一個會敲鑼打喘 這個愛好啊 倆人還是挺合拍的 然而接下來 王大姐問出的第二個愛好啊 兩個人又很一致 你會不會游泳 游泳 游泳那倒不會嗎 我海軍 我海當多海軍 我也游泳 中學以前那些游泳 就來回 反正來回趟就沒問題 親戚愛好也挺好的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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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樂意唱得也跳的 我看她也挺活躍的 嗯 尤其游泳 這點我是最滿意的 嗯 因為這樣的話我倆就能一起去游泳 性別 性別型挺好的 人是本分人 一醜就本分人 她一個她當兵我也挺喜歡 啊 其實我年輕的理想當中 就是想找一個軍人 我自己想當軍人 嗯 就想當個文藝兵 或者是護士 嗯 可是我自己的理想那時候 碰滅了以後 我就發誓 說等我找得像是 我就找一個當兵的 嗯 原來當兵的也沒找到 通過這一小段時間的接觸啊 這王大姐對張大哥的印象 是越來越好啊 張大哥這童呢 也覺得王大姐笑呵呵的 越來越有好感了 於是就提議啊 要請王大姐下個飯店 再繼續唠唠 這四大姐的土地 也沒有太好看 這像咱老院的嘛 你先這家看看啊 這家瞅著挺大啊 瞅得挺大啊 你趕緊好像 咱 咱上這家看看 先先 先給我做 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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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兒看 去 大國賽為主 好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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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那有那個 就是那個 從那空中的好養 這個好養 點那一個 這個好養 這就是什麼好養 那你們點那個 那你們點上那個 哈哈哈哈 她姐好養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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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這樣玩呢 你怎麼會這樣玩呢 這個不行 行 難以對 行 行 咱瞎小點 還想大小呀 還是那個 就這麼說 魚的就有 魚的必須都有 為啥呢 咱們這些人到一起來 咱得付出有魚 都得付出有魚 那些人也挺長的 你看點菜也能看出來 你點菜什麼要觀察了 那你看 因為我點的他 想我不好呢 要點那個好一點 通過點菜這事兒啊 讓王大姐對張大哥的好感度 又升了一大截 這說著道著啊 這點的魚就上桌了 這媽好震驚啊 舅媽大陣來了 給他送魚 送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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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就這樣啊 送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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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音樂一放 有點像團家 你倆把心一樣的 對 但是也大哥今天 你就是這個好爽 好爽 好爽 這都是 我不說了嗎 還是講義氣的人 不是這正常嗎 是講義氣的人 他是寧願自己吃虧 不得讓人別吃虧的主 你的桌子 真對 一點兒都 一分一毛都 看著這個性格 就跟我愛你性格一模一樣 隨著接觸的深入啊 這王大姐越來越覺得 張大哥跟自己去世的丈夫 性格很像了 也越來越認可張大哥了 隨著點的菜全部都上桌了 紅娘就開始張落著 動塊吃飯了 可還沒等動塊呢 這實在的張大哥呀 他就主動開始表態了 他在家這種事 說沒問題 對 我先做不得就 真的比較同情 但是來講啊 我這個 這啥呢 就想找一個 就是 這家沒有啥負擔的 我倆就是說 很多人 就想在一起 就過了二次世界 或者出現了 一個旅遊了 我能理解 我特別能理解 因為誰都不想找我負擔 張大哥後來跟我們說呀 他在家裡